你如何预期这次汇控业绩和派息呢? 投资者可否吸纳与炒业绩呢? 你问我要在58元这些位置 汇丰份业绩 我真的不会主张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的投资心态就是这样 大家可能会觉得 出业绩 你看到渣打上份业绩不是特别好 但是前景指引上乐观 一定会想到汇丰可以照版转换 这样一样去做 麻烦大家看看环球股市上现阶段是多么震荡 所以这些高位价值股 我觉得是有中长线投资价值的 但是你不会在这一刻出业绩前一刻才去思考 相反地业绩出来 如果你在派息上或者回购股份上计划没有惊喜 甚至公司仍然像渣打那样 有个很良好的阶段时 很良好的预测政策 股价一样可以调整完略才去买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不是怎样分析这份业绩问题 如果你看渣打的业绩上面 都是显示业绩一点都不可以 不过公司对前景的看法 是看得非常之乐观 受惠的加息周期 道理就像2016年至2019年那些时间 汇丰、渣打这些股份 都是一样强势 所以同样地 现在2022年开始大股的加息周期 未来三年 股价是有机会做好一点 但是不代表股价就是 40多元升上力 一支火箭地冲上去 参考到业绩很厉害 没有了 错过了 60元楼上再追 我觉得没什么分别 因为你这一刻买到汇丰 你都不是只看61、62元 如果你做短线部署的话 上网空间就是比下网 下跌势态度 所以你这些位置做部署 短线上面都不会特别高 直播率在 所以无论是短线、中线都好 暂时来说 汇丰都是一是部署一个分柱 中场便有分柱吸纳 短线的话 看看店有没有机会回回少少 可能56元 至55元这些位置才出手 至于业绩上的看法就是 我预料其实第四季都不会特别乐观 但是公司在加息周期上面的指引 看法上都会仍然非常进取 但是汇丰上市场始终会有个戒心 因为始终从过去几年的表现上 多数就算它有个良好的阶段 都是令人比较失望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 想不到有什么原因 突然间要我58元去买 所以我给个建议多数都是 后低级或者分柱买的